所長這個是環團的一個大問題 他們覺得您對於台數相關污染 沒什麼作為 甚至你在掩護台化六清 為什麼有沒有利益衝突的問題 這個類似的問題 其實在我20年前 在競選立委連任的時候 有類似都會難免 因為我那人以前在長庚大學當教授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 以前有一個某一個電台 非常紅的主持人 那個電台也非常的出名 在三重地區 那簡直是紅遍半遍天 他在我們利益期競選立委 他每天好幾個月連續 每天都指控我拿台數 王永慶先生5000萬 類似這樣罵了四個月 也沒有影響我 一個人從事政治運動 社會運動幾十年 這個是可以接受檢驗的 我想這一點 另外我們就說 以台化最近這件例子 台化的蘇願案出來之後 我現在可以講 在台化這之前 我們就也是更加積極要協助我們的地方政府 一起來共同來處理 包括爭取這個軌道的建設這件事情 在之前我們都和魏縣長一起來處理 但是我們了解彰化鄉親對這個很急切 所以彰化縣的環保局在很多的作為 就很多不得已的作為 我們也都了解 大家都愛好心切 那後來這個蘇願會做出來的決定 都是法律專家很多 包括我們環團代表 憲政委的代表 充分溝通好幾個月 充分的辯論好幾個月 檢查了這個做出來的決定 這個社會包括前個晚上 環團都在環保署去留宿一整個晚上 第二天大家都了解 非常公允 非常周延 而且以前都是 譬如說就專家小組 小組先審查三個人而已 這一次是讓每一個委員 都充分 他有的還研究兩三天 把這個來龍去莫都弄得很清楚 資料這麼高 資料這麼厚 兩面兩照的答辯 所以這個接受社會公平 這個會上網 接受社會的任何公平 大家認為在這些部分 有任何不法 大家這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我們接受檢驗 好不好 而且我就說我們的環評的制度 是所有政府機關 很抱歉 是從第一分鐘到最後一分鐘 已經透過這麼多年 環保人士的運動的努力 完全透明 完全透明 那不管是六清台化 他都必須要接受檢驗 縣政府譬如說要減20% 還是環保的承諾 環評的承諾 都需要接受縣政府的檢驗 環轉檢驗 我們渡查總隊檢驗 我們渡查總隊檢驗